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要走這邊逛阿爾門到漢招列 漢就是諸葛亮劉備政權 叫做史漢政權 招列就是人 他的事態 因為在中古代的時候 人死了之後 我們會根據他的一些 生平的東東的集團 要給他取一個名字 漢招列地 對漢招列 我們最主要取個招列 這地方就是季門劉備 以前呢 劉備和諸葛亮的兩位子 是分開的 我們認為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把劉備放在前面 先按金主然後再去看 翻譯一下 然後再去看一下 那麼這個地方呢 公園和森林的時間就是金主 但是我們今天所看的 金主是在明末清晰的時間 今天時評論 要把故事 採取得到 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地方 第一次去的 下了 真短你